要说西班牙这个大都市 巴塞罗那人口只有四百万家 有人说它有点像上海 也有人说它有点像青岛 如果你来了才发现 巴塞罗那它可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这座地中海边的城市 说到它 你会想到是哪个强迫症患者设计的 城市规划都整齐划一 有节奏有格调 还有点小童话 你可以说巴塞罗那成就了高迪 也可以说高迪成就了巴塞罗那 为什么 你去看看巴特罗之家 米拉之家 奎尔公园 再去看看圣家堂 总之巴塞罗那无处不高迪 虽然巴塞罗那并不大 这个城市的风格景致 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只要来过这里的人 都愿意为他多停留一秒钟 不过劝你千万不要忘我的陶醉 你知道为什么吗